那么到了1908年8月 去日本考察政治的大臣 叫做达寿回国了 那么达寿到日本考察政治 那么达寿回国之后 那么他在奏折当中 他在讲 说非实行立宪 无以弥内忧 亦无以消外患 据说清政府 不实行君主立宪 就没有办法消灭 内部的这种革命的因素 也没有办法呢 减刑这个外患的 对于中国的这种威胁 那么他讲 说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 对于清王朝而言 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对清政府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那么这样呢 到了8月27号 清政府的宪政编察馆 就接受了达寿的建议 那么就是仿照着日本的宪法 编制了一个亲定宪法大纲 那么而且编制了意愿法 就是意愿选举法 而且呢 制定了逐年筹备立宪事宜清单 就是清政府实行这个立宪 要做准备 哪一年做些什么事情 做些什么事情 做些什么准备 是吧 他准备呢 要在8年之后 是吧 实行这个君主立宪 编制了清定宪法大纲 那么标志清政府 这个立宪活动啊 那么加紧了 加快了 那么在这之后 那么清政府呢 又筹备了 设立各个省资议局的 这么一种活动 在清政府啊 在各个省要设立资议局 那么同时呢 也准备要在北京 设立一个全国性的一个资政院 这么一个资政机关 那么因此 当时有些人就讲 说徐习林起义之后 徐习林起义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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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廷处于恶国之内讧 赴谋改革自救 就说徐习林起义之后 那么清政府呢 就担心中国会出现 像俄国的那个1905年的 这个革命一样 那么清政府呢 继续来进行改革自救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 安庆起义对于清政府的预备立线活动 那么确确实实是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 这是徐习林起义啊 对于清政府这个预备立线活动的影响 那么第二点 徐习林领导的安庆起义 使得清政府对于革命党人 对于留学生的政策 变得更加的纷乱 发生了起义 就是清政府对于革命党人和留学生的政策 那么出现了一种分歧 那么这个政策是动摇不定 不统一 那么安庆起义之后 属黑龙江巡抚程德权 那么他就认为啊 说革命党人 这个宣传革命 往往呢 是以基层货变为乐 以前夫后继为能 就是革命党人呢 是以宣传革命 组织这个反清革命 以这个为己任 说如果清政府对于革命党人 这个承办 处理的过严的话 是以成比党之名 张国家之恶 说清政府对于革命党人 如果采取严厉镇压的措施 往往会适得其反 那么因此这个程德权就提出来 说清政府对于革命党人呢 万不可过于 万不可过世诸求 不能够对他太严 他打了一个比喻 他说好比 一个很好的一个医生 是吧 那么很好的医生治病 这个医生治病呢 只求元气充足 百病自可全消 所以医生啊 治病的时候啊 就是给他补元气 是吧 不要给他下这个非常猛烈的药 如果用猛烈的药 会适得其反 使这个病人呢 这个病进一步的加重 甚至会出现这种 不治而死 那么因此他主张呢 清政府啊 不要对清 对于这个革命党人 采取这个严厉的镇压措施 是要求清政府呢 进行内部的改革 是吧 使清政府自身呢 这个统治这个权力啊 他的统治基础 能够得到加强 这样就可以使清政府呢 继续维持他的统治了 那么这是程德权的 在安全起义之后 那么他提出来的一个主张 那么这个肃秦王 善奇 那么他也认为 说革命党人呢 早已甘心顶获 不畏一死 说革命党人呢 本来他就不怕死 不怕下油锅 是吧 不怕这个重刑 他说呢 要想禁止其谋 禁止革命党人 是吧 不能够对革命党人呢 采取这种严厉镇压的办法 他说 为今之计 只一刷新政治 以去党人口实 说现在怎么办呢 说清政府 只能够进行政治改革 刷新政治 是吧 使得革命党人 排满的 排满的这个借口 没有了 是吧 改良政治了 不再实行专制了 是吧 这革命党人 这个排满的这种借口啊 那么这个宣传呢 就会失去作用 那么因此他提出来 对于革命党人呢 要宽容 开启自新之路 因是力道 那么他也是讲 对革命党人 不要采取 严厉镇压的措施 那么成德权也好 这个善旗也好 他们都是讲清政府 首先应该搞好 自身的这种政治改革 那么使得革命党人呢 自动的放弃 革命的这种途径 那么或者说 清政府做了政治改革之后 那么革命党人 宣称革命的理由 那么就失去了 那么也就是说 那么这些人呢 都主张对革命党人呢 不要采取严厉镇压的措施 那么这是清政府内部 一部分人的一些想法 那么但是清政府内部 也有相当一部分统治者认为 说现在啊 是天下骚然 民气喧嚣 天下行政非常乱 他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只典型 以诸败类 犹据其位也 说现在 是吧 治乱是用重点 严厉镇压 说这个呢 恐怕还不是一个 根本解决之计 说如果担心革命党人 是吧 由此会加剧这种矛盾 革命党人会进一步的来起义 那么对他进行这个招服 对他进行安抚 说这样呢 是赏奸而讲乱也 这是奖赏 这些叛逆的人 他说这样做的话呢 则 柯涅之谋 日服两住之间 而隐扬 李归流之流 且接种于事也 那么在这个地方 他所讲的柯涅之谋 那么这是一个历史简固 柯呢 是指的荆柯 涅呢 是指的涅政 是指的战国时候的 两个著名的刺客 是吧 荆柯次亲王 这大家都知道 他是说 如果对于这个革命党人 不进行镇压 对他们进行招服 就是奖励这些刺客 像荆柯 像涅政这样的人 那么就会出现 他所讲的这个隐娘 是就是这个涅隐娘 李归寿 那么这两个人呢 都是唐代的 两个著名的刺客 也是刺杀呢 当时这个 唐朝的一些 这个重要的一些 这个官员 他意思就是说 对于革命党人 绝对不能够姑息 必须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 否则的话 国家会更加混乱 社会会更加混乱 因此他们主张 对于革命党人 要采取严厉镇压的措施 那么这是这个 清政府内部啊 那么对于这个革命党人 采取一种神远的政策 那么发生了分歧 那么安静起义之后 那么清朝统治者认为 这个安静巡警学堂 安静的巡警界 是基带整顿 是吧 那么因此 两江总督端方 那么就从江苏 调了一些警官 还有一些警员 那么去安徽 那么来整顿的 安徽这个巡警界 那么用我们现在的话讲 就是他要对安徽的巡警界 进行掺杀子 进行这个整顿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想法 那么但是他这个想法 那么遭到了 当时这个上海电报局的 一些人的反对 那么上海电报局也是官办的 上海电报局的 一个人叫做杨宜清 他这讲 他说这个安徽巡警学堂 这些学生 是吧 那么甘心存逆 甘心存逆 这个固然是需要镇压 说但是呢 断断不能够日日提防 说你派这个江苏的这个巡警 这个警官去 日日提防这个这个 安徽的这些巡警界 说这个没有这个道理 那么正在发生了分歧 那么安静起义之后 是吧 这个端方呢 是主张呢 要严厉镇压 而当时新升任安徽巡抚的 一个人叫做冯旭 那么这个冯旭呢 那么他就主张呢 要宽大 不要呢 进行助联其他的人 那么徐锡林被捕之后 是吧 那么这个 当时这个冯旭呢 是安徽的不证实 那么不证实啊 这个冯旭呢 就进行这个审问 那么对这个徐锡林 进行审问之后 那么徐锡林呢 被处于一个酷刑 就是挖心 把这个心挖出来 很残酷 处于一个挖心的酷刑 那么冯旭 在处死了徐锡林之后 那么感到呢 非常的惊恐 是吧 那么后来他在这个安庆 一个大官庭上 写了一幅对联 那么这幅对联是这样 他说呢 这对联是这样 说来日大难 对此茫茫百端极 英灵不昧 见资俭俭 匪功于 那么这个对联呢 表面上 他是垂调 就是怀念 过去 是吧 一个人叫做于缺 是吧 就是一个元代的一个人 叫做于缺 他的遗骨就埋在 这个大官庭这个附近 表面上是这个锤钓 这个鱼缺 那么实际上呢 他是对于徐锡林的 一种表示忏悔 那么这段话 这个诗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革命形势发展很快 自己很快要面临着 这个大的灾难了 感到前途 茫茫 是吧 百感丛生 那么这是上连 那么下连就是说 徐锡林一定会明白 说他自己的所作所为 就是冯旭自己的所作所为 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那么他呢 只不过是对清政府来进于衷 那么这是反映了这个清政府啊 那么对于这个革命党人呢 这种政策 那么发生了分歧 那么与此同时 清政府对于这个留日学生的政策 也发生了政策的分歧 那么有些人就认为 留学生到日本留学 那么这些人就接受了革命党的一些宣传 就要求清政府呢 把派到日本的留学生 全部撤回国内 那么但是清政府啊 经过讨论之后 认为这个人的这个建议啊 是不可行的 第一 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撤回来 那么第二呢 当时清政府也需要派进一些留学生 是吧 去学习外国的一些先进的一些工业啊 商业啊 各个方面的一些知识 来振兴国家 那么这是在这个留学生政策呢 也发生了这个政策的分歧 那么这是安静起义啊 那么他的这个 对清政府的影响在这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 徐希林领导的安静起义 进一步的激荡起了革命党人 反行革命的这种起义风潮 使得革命党人这个起义风潮呢 进一步的激荡起来了 那么安静起义之后啊 那么很多革命党人就纷纷集会 表示呢 要继承徐希林的一致 完成徐希林的魏靖的事业 是吧 他们写的这个对联 是这样讲的 说公 就是指的徐希林 公愤 一族之交衡 慷慨静捐躯 先为同胞除一害 就是杀了一个害 一个害人质 一个清政府的一个官员 恩明 为这个同胞除了一害 这是上连 下连是 我望中原而叹息 低回平岸见 欲团死士 搅东湖 就说表示啊 要继承徐希林的一致 来继续进行反清起义 那么安静的革命党人 叫做熊成基 那么听到徐希林 起义失败的消息之后 非常的悲愤 那么在这之后 那么这个熊成基 就是痛恨这个满力专制 表示呢 一定要为徐希林 为徐希林来报仇 那么这样呢 在这个第二年的 11月19号 熊成基 就策动了安庆的 一个马炮营起义 就是1908年 策动了一个 安庆的马炮营 这个新军起义 那么因此 当时在安徽呢 有一个民谣 这个民谣是这样讲的 说第一年徐希林 第一年 就是1907年 徐希林起义 第二年 马炮营 就是熊成基 熊成基 领导的 马炮营 新军起义 三年后革命成 所以三年后 就是1908年 三年以后 1911年 发生了辛亥革命 对吧 那么这革命成功了 那么张太炎 也称赞这个安庆起义 说这个安庆一击 震动全国 立懦夫之志 而起义军之心 安庆起义 震动了全国 激发起了革命党人 继续起义的 这么一种坚定的信念 那么徐希林领导的 安庆起义 那么尽管 也还存在着这样 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 存在着一些局限 那么但是呢 徐希林起义 却开创了一种 新的革命模式 什么革命模式呢 就是打入清政府的官场 军官做清政府的官员 采取这种中央革命 这么一种办法 那么因此 张太炎就称赞徐希林 称赞徐希林为什么呢 为官吏革命之士 是官吏进行革命的 一个开始 那么当然 这个张太炎也称呢 说秋锦 是女子革命之士 那么这个对于这个 徐希林呢 采取这种 打入清政府内部 这个起义的 这么一种方式呢 表示了肯定 称他为是官吏革命之士 那么安庆起义 仅仅一年 那么光绪皇帝 和慈禧太后 在1908年的11月 就相继死去了 很快两个人都死了 那么关于他两个人的死因 是吧 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 关于他们死因 我们在这不去讲了 就1908年 就是徐希林起之后 一年以后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 相继死去了 那么这样呢 使得清政府的统治力量 就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那么接着 在1911年的10月 就爆发了 武昌起义 那么接着 全国各个省 这个新军呢 纷纷的起义响应 那么清政府在1912年 就宣告覆灭 那么清朝皇帝 这个溥仪 接受了退位诏书 那么这种 晚清政局的这种巨变 就是在以后 出现了晚清政局的这种巨变 是安兴起义之后 清朝统治阶级 所没有料想到了 他们没有想到 会出现这么一个巨变 那么也是当时的革命党人 徐熙林 所没有想到的 那么因此 安兴起义 导致了以后的 这革命党人的 一系列的 这个武装起义 那么最后 终于推翻了 清皇朝的这种反动统治 那么这个事情 是革命党人徐熙林 所没有想到的 那么也就是说 革命党人徐熙林 在他死了三年之后 是吧 那么对于 他的这个革命事业 那么应该感到很欣慰了 应该可以说 那是含笑九泉 那么这个 推翻清政府的 这么一个斗争 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 这是我们所讲的 这个徐熙林 领导的安兴起义 与这个晚清政局之间的关系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